字幕 第四季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期視頻 我是9527 那今天要來開 修修世界 第三彈 愛麗絲小鎮 那它這個是講愛麗絲夢遊先進的 但是,我其實是想猜這一隻藍貓 隱藏版 因為它夜光發的是藍色的 好,我們來開開看吧 然後這個是在買一送一個網站買的 然後 算很便宜 超便宜 當然有點乏人問津 這一套 我看其他很多網站賣的都很便宜 但是因為我是想要藍嗎 我就買了一套來開開看 一套六盒喔,我把它打開來看 啊,那這個已經掉了 哇,好大一隻 好,擺出來 OK,那這是一套六隻愛麗絲夢遊仙境 這一隻有凹到,我最後開 明明擺在 盒子裡為什麼要凹到,奇怪 好,六隻我就一隻一隻開了 我們來卡一隻往下 它有卡嗎? 欸,有卡耶 哇,中隱藏版 第一隻就中隱藏版 才俊貓 哇賽,值得的買這套 哇,讚讚讚讚讚 然後貓尾巴是另外裝的 看一下會亮 吸一下光 然後晚上再看 這個夜光效果到時候再補拍一張 然後這一盒我已經拆到我要的 隱藏版 才俊貓 欸,那這個撞凹的是什麼 撞凹的我來看看是什麼 噢,愛麗絲 它盒子裡好單調喔 就只有一張卡片跟一個工打 罐頭愛麗絲 頭是卡上去的啦,所以還好 愛麗絲 然後它這個是 是...毒藥嗎 還是什麼 第三盒 那我會掃哪一隻 天哪 紅...王... 紅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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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紅王后耶 然後... 欸,有配件有配件 有一個配件,權杖 然後開第四隻 然後開第四隻 白兔先生 白兔先生有兩個配件 這是帽子 白兔先生 所以我現在還有 還有... 卡牌士兵沒中 風貌將沒中 特威丹特威帝沒中 麻煩 白兔師到上去補 登登 風貌將 然後它這個 因為已經可能擺很久 所以直接用拉開就好了 好,不用喝 哇,風貌將 風貌將也是有 兩個配件 一個帽子跟一個茶具組 好,最後一隻 我要卡牌士兵 欸,太好了,卡牌士兵 這樣就少了那個雙包胎了 好,我們現在把它排出來給大家看 OK好,回來囉 那...這一次的那個 愛麗絲小鎮 休休世界第三彈 然後我其實買這套是為了藍菌貓 然後我開到了 隱藏版 好,我們來介紹第一隻 愛麗絲 後面是藍菸斗工作坊 喝我的 便小藥水 喔,所以它前面那罐是便小藥水 愛麗絲 它這個是頭跟本體是分開的 可以插上去 它有點會往後傾 它沒有那麼的 不穩就對了 下面是藍白條紋的襪子 腿很細 蓬蓬裙 然後這裡有一罐 啊,往後倒了,你看 便小藥水 好,再來 不要動不要動不要動 好,再來第二隻 紅皇后 紅王后 這隻 生氣的紅皇后 約翰坦尼爾 為路易斯卡 紅王后 第二隻 然後它的那個 權杖是這樣斜插在下面 它只有這裡有孔 然後上面是做那個透明紅色的 然後上面是做那個透明紅色的 然後整個是做實體的 然後整個是做實體的 然後權杖掉了 然後權杖上面是做透明的紅心 然後身體是一半紅一半黑 紅王後 這隻是 下一個是白兔先生 白兔先生 手上拿一個懷錶 看懷錶的白兔先生 它有一頂帽子 然後是兔子的腳 兔子的腳 然後拿了一個懷錶在這裡 懷錶去動耶 這不是我裝的喔 它是本來就黏在上面 然後它好像裡面有附一塊這個 就是一個膠 因為它沒有磁吸式的 所以可能帽子上就是上了一個膠 然後這樣沾住 我是沒有沾啦 然後後面有一雙耳朵 衣服有耳朵 這是白兔先生 再來是蜂帽匠 再來是蜂帽匠 蜂帽匠 奔跑的蜂帽子 蜂帽匠 然後它的 看一下它的 本體頭 然後分開的 衣服是黃綠 兩邊不一樣的顏色 然後下面都是深咖啡 後面也是黃綠 然後它的帽子是 戴上去 然後這邊有一個膠啦 我沒有撕開 它應該是貼了以後 比較方便這樣子 黏住 不然它很容易掉 然後它的配件就是一套茶具 一個茶杯 跟一個茶壺 塑膠的 當然怎麼可能做磁的咧 然後帽子把它放上去 再來一個阿阿掉了 算得不簡單 卡牌士兵 紅心3 紙牌兄弟 所以如果這個 真的一套的話 可能它的角色會更多吧 只是因為這一次是比較 簡單的 一些角色出來 好 這個是卡上去的 它只有這裡有一個縫 可以卡上它的 我不知道算手還是算 一張扑克牌 紅心3 背面是紅心S 然後腳是這種 有點勾勾的鞋子 紅色的 突擊做得還不錯 其實 然後最後一隻 普通卡都是這種 有點深綠色 然後這是隱藏 它這個有寫隱藏 金色的 然後有點藍偏紫 柴俊貓 這隻是柴俊貓 在紅心國王和紅心王后前面 浮在空中的柴俊貓 它這隻是隱藏版 然後我為什麼會想買這一套 是因為我當初去爬 我想去看修修世界到底有出多少 後來我發現它就是 它除了這三彈以外 它還有出很多很多單支的 情人節有出情人節版 有出殭屍版 然後那一隻的話 大概都是 兩三百到五百多左右 人民幣不等 那有些真的買不到 而且有些做得很特別 然後這個是我在網路上正好看到 人家有拍隱藏版 它這隻很亮 然後很漂亮 但是因為現在其實 沒有辦法拍出那個感覺 不然就是我晚上關燈 我到時候再補 然後它是貓的爪子 它全身應該都可以吸光 修修世界隱藏版藍菌貓 好久沒開到隱藏版 但是為什麼是這種便宜的盲盒開到 那我下一盒怎麼辦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喜歡我的視頻請記得點讚、訂閱、分享、轉發 按下小鈴鐺會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 藍菌貓發光的時候 OK,我們來補一個修修世界 藍菌貓隱藏版 然後 這種夜光的基本上 大部分都是綠的啦 所以我看到藍的我就很想收一隻 然後藍色的話 基本上 吸滿光源的情況下 它可以撐一段時間 這樣還蠻好看的 整隻藍色的 是 對 參與 另外 1 1